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经贸净出口将达到43.5亿美元 实现同比增长25% 其中 进口4亿美元 出口39.5亿美元 地产品出口实现1.6亿美元 增长24% 新颖外资1800万美元 增长20% 全面提升自着州对外开放水平和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能力 但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2009年 仍要正视我州地产品出口比重不高 利用外资总量小 出口产品品牌和质量意识有待于继续提高等问题 2008年 一里地产活性干酵母出口稳步增长 成为一里辖区大宗特色出口创回产品 一里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是从事酵母及酵母原生物产品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导产品广泛应用于烘焙 发酵食品 酿酒等食品制造业 以及营养健康 动物营养业等领域 公司酵母生产规模 市场占有率均居于国内之首 是全国60个行业内最具成长力的自主品牌企业之一 产品主要出口阿尔吉利亚 俄罗斯 哈萨斯坦等国家 因为地产活性干酵母自2005年10月首次出口以来 出口量呈逐年递增之势 成为一里辖区大宗特色出口创回产品 这是本台报道的 记者日前从周气象局了解到 京东伊犁河谷十个县市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1.6摄氏度 在去年12月下旬的两次中度天气后才形成稳定积雪 今年1月中旬 伊犁河谷气温比常年偏高5摄氏度 降水量仍然偏少 春节前经过农业部门调查 冬麦涉动迹象比较明显 面对今年的春汉 周农业局就小麦安全跃动病虫坏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会商 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 这是本台报道的 近年来伊犁县积极引导农牧民发展特色重养职业 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重养职业模式 许多农民依靠特色重养职业走上了致富之路 伊犁县渔群耕乡农民巴赫提亚 充分利用农作物节感养牛 目前已发展到了150头牛 他告诉记者 养殖悠阳品种的牲畜才能有高受益 并节感养殖不仅可以降低成本 还可以减轻草场的压力 我现在要建好牛圈和羊圈 准备育500到600只羊 100头牛 阿富斯堂乡农民马云这几年一直承包种植果树 2008年 由于双冻苹果绝收 他就在果园里养了1000只鹅2000多只鸡 银收入比种果树还要高 现在我已经出售300多只 还剩700多只 反正命目地能收个3000到4000元左右 阿克迈提江市卡拉亚嘎西江农民 这几年他种植大棚菜 每年收入达2万多元 2008年 他又建了一个大棚 他说 现在县力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我们种大棚菜 我不仅要自己种好菜 还要帮助村里的农民一起种大棚菜致富 去了解 近几年来 英宁建围到特色重养职业基地建设 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特色重养职业 着力在调结构 优布局 改单产 抓品质 增效以上下功夫 推动以内向型为主的传统农业 向外向型为主的现代农业转变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农民增收呢 我们只要是通过五个途径来实现增收 一次抓了结构调整的增收 通过冷凉 调击 阔果 增菜 墙墓 等措施 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 递增把经济线打造成全州重要的粮食基地 去产品基地 邻国基地 和菜篮子基地 这是本台报道的 今年 新月县将全面启动电脑 电话 电视 三种信息载体 有机结合 优势互补 互联互动的三电合一信息服务工程 推进农业政策 科技市场等信息进村入户 让农民以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 享受到全国各地各类农业信息 为增产增收 创造条件 新元县新元镇团结村农民 钱幻梁这几年一直种植大棚蘑菇 过去他在种植过程中 遇见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总是要跑到离家很远的镇政府 请教农业技术员 务工务实 今年 新元县启动三电合一农业信息服务项目后 钱幻梁在大棚里就可以咨询到种植技术 哎 现农业区吗 我们这个 这个蘑菇这个 有的得的这个黄病 黄板病 怎么治 通过电话语音系统 农业专家远程解答了钱幻梁的咨询 让钱幻梁感到满意 这下农业局搞了个那个信息交流中心 我们这个以后这个查这个信息 就直接通过电话 打电话就可以咨询了 现在的这个像这个 种植上面的 搞这个蔬菜 辣植上面这个冰存害 就可以打电话直接可以咨询了 现在的这个信息也搞得太好了 近年来 新日线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 使农业发展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今年 新日线将进一步加大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力度 农民只要拨打电话 就可以查询到本县以及全国各大农业部定点批发市场农产品最新价格 农业生产中各种实用技术 供求信息 农业相关政策法规等数十万条信息 此外 新日线还建立了人工服务方式 为农民提供专家远程解答服务 农民可就蔬菜 种子 粮精 植保 土肥等各种疑难问题展开咨询 这是新日线记者站报道的 滚牛县127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 滚牛县公安 安间 交通 农机 运输等有关部门 按照统一部署立刻展开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采取联合设点检查 分路段重点检查 对事故多发路段进行不间断的巡查等形式 全力以赴加大道路交通运输秩序的整治工作 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和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中 滚牛县严管超速超载违章驾驶 对造成重大事故及影响的严肃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加大路检密度 公安交警和派出所共查处各种违章车辆507辆 纠正违法376起 检测客运车辆234辆 入户登记农用车辆 2259辆 张贴车铁标语130辆 这是拱油线记者站报道的 记者从一宁机场了解到 机场两辆首推式客提车近日投入运行 由车载式客提车改为首推式客提车 这是一宁机场降低成本 构建节约型机场的又一新举措 据了解 目前将内克支线机场普遍使用的车载客提车 成本高风险大 新车价值约40到50万元 驾驶人员需要经过专门培训后 并持特种车辆驾驶证后方可上岗 车辆每年的保险 维护保养费用开支很大 而且客提车接近飞机时 对司机和航空器均有较大的风险 听闻后还需专人放置轮道 而新购置的首推式客提车相比 就有明显的成本低的优势 这个客提车的好处呢 一个是成本低 这一台车子 那一台车子要买这三到四台车子 这个11万 那个40多万 这个呢 就说不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来操练 在宁华呢 就说那种客种车要有专制司机 要进行专门的培训上岗 这个简单 操作简单 再一个不需要维修费 不需要维护费 这是本台报道的 好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